HELLO 大家好,我是编动 明天台服的更新呢,真的是非常多 那这个影片呢,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吧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新的文养,叫做席林 那席林这个能力呢,基本上来讲 他这边有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哦 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席林这个文养呢,他有一个技能叫席林的帷幕 这个很重要,他其实就是类似这个所谓减伤的这个效果 但是他的效果呢,跟减伤又不大一样 他是属于这个几率发动的 那根据韩版这边的实测呢 最好的话呢,是可以把它点到第二阶 大概是半圈左右的时候会有这个第二阶 就是2%左右的这个能力 那其他的能力呢,这个当然也是重要 只是说这个文养的特色就是在这个席林的帷幕 这个也是币电 好,再下一个活动呢,是风饶的这个兔子王国啊 那这个只要用一万金币就可以进去了 每天进去的时间呢,就是120分钟 那你可以在这边打怪物 然后呢,获得这个阴海煞的祝福 这个相当的不错 那而且他这个地图里面,他有设定说 这个地图最多只能进去30人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工作是进去的话 你可能挑个时段啊 或者是说透过这个人流的分配 你就不会那么的累 那在这里面,你只要干掉500只里面的怪物 就可以去获得这个月兔的凭证200个 而且这个任务呢,是每天5点都会进行一个重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月兔的凭证,他可以拿去制作一些东西 如果是400个的话呢 就有祝福的富裕卷轴 但只能做一个 那其他的话 他要做这个修炼书啊 或者是这个串烧的BBQ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隐藏的龙之地 这个其实就是意味着龙斗士的改版即将要到啦 那一样呢 他这个是从特殊副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龙之地 传进去之后呢 他这个地图里面啊 最多只能用50个人 那里面呢 可以使用60分钟 那你可以额外再去补充这个时间 那里面的效果就是英海撒的这个目光嘛 英海撒的消耗量降20% 那在里面打过来 有机会去掉落这个龙之凭证 那除此之外呢 你在里面干掉100只怪物啊 就可以获得一个龙之凭证 好那这个龙之凭证一样 你只要透过收集 就可以来兑换这些东西 包括了这个娃娃卡变身卡 这里的东西呢 真的是非常多 所以这个礼拜的活动呢 除了龙之地之外 还有这个富饶的这个兔子王国 这两个加起来啊 120分钟再加上60分钟 光是这个哦 一个角色就要花上你三个小时的时间 好所以这个礼拜的活动呢 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 算是丰富了吧 好再来呢 Dragonic就是龙斗士改版的这个称号了 你只要在这个season pass的这个paradise 签到之后获得这个箱子 他现在就改名叫做龙大师的宝箱 那持有这个龙大师的宝箱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获得这个Dragonic的称号 那这个的话 他就有决胜一级5% 决胜一级增幅加10%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增加打击效益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称号 好再来呢 龙之杀漏活动 这个是持续到10月4号 简单一讲啊 就是在这个奇岩村庄 他会有一个NPC去贩售这个龙之杀漏 那这个龙之杀漏呢 每一天可以去购买一次哦 而且呢 你去购买这个龙之杀漏的时候呢 使用之后一定会获得龙之胜水 几率获得龙之杀漏 或者是高级的龙之杀漏 那所谓的龙之杀漏呢 他就是说 你在特殊部门里面增加100% 那如果说你开到高级的话呢 他使用的地方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他的地方就是在 艾斯卡洛斯 一望之岛 奥塔 拉洞 木焰之岛 或者是海贼岛 这些地方 两个的效果都是加100% 但是可以生效的地方 下面这个CP值高 非常非常的多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这个活动都不错啊 再来呢 中秋资源奖励 在礼拜五 就是929这一天哦 他早上10点会发放这些东西 玉兔月饼 三色币箱 五个 还有综合包箱这样子哦 那这箱子可以开1到10万个三色币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礼包的部分哦 927的月末商品啊 这边的话呢 都是台币的 第一包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补圣物的话 可以抽这一包 这个以前出过 再来呢 例行性的抽卡 可恩仿佬高贵组合包 这个也都是例行性的 再来下面这个格力特的高贵箱呢 他就是2990 直接让你去拿一张英雄变身卡 那你可以去拿合成 只要可以合成拿到的 你都可以从里面去挑 好 他这个是选择箱是不错 那官方这边呢 网站里面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可以去挑选哪一些 好 再来呢 单周贩售的东西呢 这一个礼拜 他卖的东西呢 要注意一下哦 这礼拜出新闻样 但是这礼拜 卖的道具里面呢 是没有文样的 好 所以这礼拜呢 这些东西啊 基本上他都是重复的 所以曾经出过 那基本上 你有需要什么东西 就来买就对了 好 所以这部分 我们就不再细讲 再来下一个雅丁城的商人交易品呢 这个呢 他就是这次会卖你一大堆的视频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是1490里面 给你一个选择箱 那补给品的选择箱 以及300个龙之钻石 那补给品呢 就包括这些啊 你可以选择一大堆的这个视频 选择就是其中一种啦 或者是说 你可以选这种 爱欧丁的最高级扶石箱 那这个最高级扶石箱呢 就是几率开这些东西 最高级的话 可以开到这个紫色的扶石 这样子 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你有练小号的话 应该就不错啦 再来呢 艾薇的挑选卡组合包 这个就比较常态啦 就是跟大家以前看到的东西 是很像的 那它里面的东西 我们就不再特别讲 好再下一个呢 中秋节的特殊组合包 这个的话呢 它是属于渐进式的 也就是说 你要从1买完才能买2 2买完才能买3 然后一直到最后 5的时候 它是给你一个金币的 那这边很重要哦 它有10罐祝福圣水大的 就是你得从最前面买到最后面 100金币 你就可以拿到祝福圣水大的 当然中间啊 也是有一些祝福圣水 那祝福圣水呢 干嘛用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洗淋的纹样啊 你可以把这边买完 就可以拿到一大堆的 祝福圣水 还有一些硬币选择 像这样子 那当然呢 它这里面有一个 中秋节制作凭证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可以做什么东西 好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的这个礼包 这个特罗斯包 我们就不太特别讲了 它卖的东西差不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的这个制作 它比较特别的呢 是做警卫率 还有呢 加6的手环 然后这个是这礼拜制作的 还有兔子少女 然后巨大守护者 这个是红色的卡片 好 那如果是个人制作的话呢 除了抽卡之外 这一个礼拜 你也可以用执念 还有金币 去制作融资钻石 所以之前 这个执念被拉高价啊 现在 大家如果有听到的话 有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赶快去把执念拉一拉 当然啦 你要做再去拉 没有做的话呢 就让市场 去决定这个行情 你就不用去理它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台服这礼拜的更新啊 非常的多 活动也是满满满 应该是 对大家来讲 都是好事情啊 好 那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